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大早教室里就响起轻快的音乐声 老师一边唱一边带动跳 一旁的孩子们挥动着小手小脚 动作虽然慢了几拍 却已经很精确 跟着老师认真地做操 幼幼班的小朋友 都是这样开启上学的一天 暖身完休息一下 这一天还有好多精彩的活动 等着他们 一 二 三 三 好 走 走 闻这边上 走起来 小心哦 每天至少三十分钟的 大肌肉活动时间 孩子们在户外游戏区 爬上爬下一点都不害怕 我们目前的户外空间 孩子每天早上一大早来 就会先运动 在户外空间运动完 再回教室 那他们是早点新的欲望 就会更强 所以一整天的流程 就会很顺畅 目前大概空间规划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很大 所以我们就把一半的空间 挪出来给孩子做阅读区 孩子如果不睡觉的 也可以过来这里看看书 玩玩他喜欢的玩具 那放学回家 有的孩子比较晚回家的 也可以到这里来 又有大人陪他 然后又有小朋友 所以他们几乎 比较晚回家的孩子 也不会有情绪 也不会说 妈妈还不来接我 所以孩子一天在这里 真的是蛮开心的 就是早上来冲进来 晚上不想回家的状态 勇敢探索 尽情放电 对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 相当重要 而隔壁班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哥哥姐姐正在进行的 大肌肉活动就更有挑战性 练习身体平衡 抓握还要准确投球 看似简单的动作 其实考验着小小孩的集中力 四肢肌力以及手眼协调 教育部有规定说每天 要有30分钟的 粗汗性大肌肉的活动 我们尽可能会给孩子 是一个小时的 体势能的活动的部分 粗汗性大肌肉活动 因为我们觉得说 孩子在学校的学习 要动静穿插 那其实运动的话 对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 还有情绪的稳定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充分的运动 不只可以帮助孩子的 大动作发展 连情绪 人际互动 和任职学习能力 甚至自信心都可以一并提宣 回到教室里头 静态活动也能更加专注 配合节庆的手作活动 这一天小朋友们 要做的是冰皮月饼 在老师的带领下有模有样 但除了特殊活动 平时角落教学的规划 也能看出原所的用心 让孩子依照自己的兴趣跟意愿 自由探索 取代单向式的填鸭教学 边玩边学 成果显而易见 你喜欢上学吗 喜欢 为什么 我喜欢玩烤肉 你最喜欢上学什么 因为我自己以为见到很多好看的 如果在学习 就会很开心 我原本那个上教学校 后来觉得想要换行学校 就好 所以在这边可以开心地玩吗 原本他在小班中班的时候 是在私幼 然后私幼的时候可能 呃 老师管得比较严厉一点点 然后小孩子就会讲说 他不想要上学 对 然后我就很烦恼 因为我本来就希望小孩子在幼稚园的时候能够快快乐乐的长大 然后所以就想说 诶 就是看到网路上大部分对于这一家非营利办的还不错 然后所以就非常的心动 然后所以就进来 他就可能对于上学没有那么快乐 然后后来来到这边以后 他好开心 他每天都跟我讲说 妈妈今天一定是快乐的一天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让幼稚园小孩能够开开心心上学是一件很棒的事 他每天回来都会跟我分享手指摇 对 然后会把老师教到他们的唱歌啊 跳舞啊 然后还有他们做的活动 然后回来跟我分享 然后还有 这边好像有很多的那个环视体能 就有各种不同的体能的东西 然后他们每天早上八点半之前 好像都是让小孩在户外跑跑跳跳 那我就希望他们幼稚园的时候 就是快快乐乐跑跑跳跳这样 然后他们一天好像就是外面跑跳跳就会有三次以上 孩子打从心里喜欢上学是多数家长的理想 公幼籍非盈利幼儿园 从环境规划到课程安排通通为孩子量身打造 我们希望孩子的学习是可以从他的生活去做出发 然后所学的是跟他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最后这个能力是可以回归到生活的 而且孩子是可以去做灵活运用的 那这样子才符合孩子的学习是 就是它是累积的 我们一直强调的说 我们就是希望说孩子可以学习 可以从自己出发 我们相信一句话就是只要你相信孩子 孩子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这也是目前不但在提醒我们的正向教育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那孩子的确可以做得到 那他们只要能做到 他们可以挪出更多的时间跟孩子互动 学习 活动 所以这是很棒的状态 对孩子来说完美是一个很 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名词 那孩子觉得我完美了 可是老师一直觉得你不完美 他在花长时间 大量的长时间去做一个 对孩子来说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孩子自然是快乐不起来的 那我认为非盈利很棒的地方在于 我们能够把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 我们坚持的理想就在这个职场实现了 我们可以等待孩子慢慢的成长 然后移交他们的进度去设计 规划我们的课程 我们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学保障 那我们基本上两个礼拜就会有一次的教学会议 我们可以让孩子慢慢的 以他的步调成长 配合孩子的步调 培养他们带得走的能力 这样的理念及环境是吸引家长的一大诱因 更别说附加价值还有收费跟私有的巨大落差 差很多 我收到月费单的时候我想说 这真的是整学期的吗 对 因为它一整学期的费用比私有 一个月的月费还要便宜 而且私有还有注册费 对 然后突然就觉得荷包变大 其实我身边还蛮多朋友都读非盈利 对于就是那个新手夫妻来讲 可能会觉得比较安心 因为至少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 费用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然后而且又时间又比较长 不会担心说没有人雇没有人接 就是没有后援的家庭 我觉得对没有后援的家庭来讲 帮助很大 教育还是要靠家庭啊 只是经济那一块 至少少一点负担这样子 你说现在年轻人收入真的很少 如果不是说上一代的 有在帮忙的话 真的没办法不进来 因为他工作一个月才两万多块钱 对 还不到三万块 那也说如果负担 这个小朋友的上学费用 如果没有辅助的话 真的是很难过生活了 大幅减轻养育成本带来的压力 让年轻人能够幸福生养 台中市政府以此愿景获化 推动的公幼倍增计划 从108年到111学年度扩增的班级数 已经有214班 达成率高达119% 其中家长抢破头的公幼幼幼班 更是从108年的6班增加到79班 多达13倍 而全市二舍所非盈利幼儿园的平均满意度 也有95% 公用倍增计划如果以整体台湾 台湾来演的话都是非常的勇敢 那在台中市是更特别的勇敢 因为我们的是 就是它的成长速度是非常的矿 可以让大家就是家长 就是可以安心的就演 然后也可以达到 我们政府一直在推广的就是 大家可以感生 乐养 然后就是可以快乐的一起 就是可以快乐的亲子一起生活 这样子大家压力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大 你孩子有安全的环境 然后经济负担又不会那么重的话 那我觉得小孩子实际上 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 然后整个社会 都需要有大家一起在 就是要有生育 然后有年轻人 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继续的 好好的经历下去 打开公有体系的窄门 让迎接人生新阶段的父母 能够兼顾家庭补职场 也让孩子能在友善的环境 快乐成长学习 愿神乐养在这座幸福城市 逐渐实现